立法議員庸永恩在書面質詢中指 隨著離島地區日漸發展成熟 居住人口不斷增加 但是淌仔駕托幼兒托管服務 設施出現供不認求的情況 建議當局增設托兒所 鄧曉恩報導 議員庸永恩是質詢中指 從去年中期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 居住在離島0至4歲的人口就有3444人 而從社工局提供的資料顯示 涵制現時只有4間托兒所 自提供358個名額的托兒服務 反映該區的友誼服務設施 存在嚴重不足的情況 而近年經濟蓬勃發展 雙職工家庭普遍 工作時間長 競爭壓力大 家庭照顧得不到適當的安排 令不少在職父女的日常生活 長期處於緊張狀態 不少家庭反映離島區的托兒服務嚴重短缺 托管服務也不足夠 加上現時一般家長 不是要延長工作時間就是要輪班工作 而正常的日間托管服務 未能完全滿足市民的需求 容永恩質詢當局 可否根據現時社會環境的實際需要 霍峰誘兒托管服務的條件 解決誘兒照顧服務 及建議當局在短期內增加離島區 托兒所托管服務名額 澳門電視台記者鄧曉欣報導 請問好多 請問好多